我现在在偷拍我两只 弹龟,台湾龟 导弹龟又去 爬到乖乖的身上了 他知道我在拍他 他在偷看 他知道我在,所以他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诶 掉头来看我 这只导弹龟智商很高 很聪明 大家看到吗 嘿嘿 不是说他会经常爬到乖乖的身上吗 这一次就是 可以来偷拍他 爬到他身上的这样的过程 哇,完全骑上去了 哇,是不是想 跟乖乖生个小 生生 那个 龟BB 龟BB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想跟他 make love 真过瘾 虽然好像有点不道德啊 但是 他们两个始终是我的宠物了 现在 而且 他也不知道 估计 龟也不到羞耻的吧 应该 知不知道 羞耻呢 大家认为 乌龟会不会有羞耻感 他会不会在人类面前 做爱 传宗接待 给你看 不过呢 不过呢 这是 也许是我 太多的想象 他只是喜欢 爬在 另外一只龟的被子上 因为我也曾经 在很多的那个 寺庙里面 看到很多的乌龟 他们 哇 一直叠着一只 垒成一条长城一样 在水塘里边 在那个 庙里的水塘里边 非常的壮观 一只乌龟 叠着一只乌龟 叠成一条 大长城 一条 龟长城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一些寺庙 或者说 在某一些自然环境里面 看见过那样的 壮观的景象 他不是动情 不是发情 绝对不是 他只是喜欢 他卖不了寂寞 导弹鬼 喜欢热闹 乖乖呢 他卖 他卖 喜欢 孤独一个 喜欢安静 两个龟 两种性格 就像 两 就像人类一样 有些 那个 轮刷 轮身 就是 麻生的 双胞胎 两个 很多时候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性格 尽管这两只帮龟长相 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的外观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行为 都是完全的不同 他们绝对不是在 make love 他们是在亲着吗 不是 他们只是 可能只是他们的 行为就是这样 不用想象的太多 就像我们 对于人类很多行为 我们也不需要太多想象 只要客观的去看待 去理解 也许你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一面 看到真相 看到甚至看到真理